早晨 早晨大師 來了來了 一個星期開始了 剛剛的市亦都開了 都可以看看最新的情況 市都要跌回一些 跌不到100點 90幾點 不過我覺得可能這個星期 我們星期三就有一個中秋節下個假期 還有沒有北水 這兩天都不會有北水人放假 可能交投可能淡靜一些 還是因為又要揹著聯儲局的會議 會不會又有波動呢 你怎麼看 我相信如果以個假期時間的編排 我估計這個星期初段 起碼在星期四之前 市都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第一 一件事沒有北水 第二 香港有星期三的假期 加上聯儲局意識就是星期三晚 星期四的結果 全部都是很不明朗的情況下 加上又有假期的因素 沒有北水等等 估計市況應該這幾天 就交著狀態 就是可能高低波幅 一百零二百點 真的沒有什麼運行的 如果你說要突襲的 除非真的在意識後 有大好消息 或者大淡消息 這樣的市場才會偷步 否則的話 就真的可能是 預了靜一些 是的 他們國內放假 出了三頭馬車的數字 有部份就 約過預期 譬如零售數字等等 可能沽不到A股 可能我們有一點點壓力 現在跌了超過8、5點 不過我覺得重頭戲 就來自於聯儲局開會的議式 特朗普剛剛說那個 這個打緊歌語呼球的槍擊 我覺得影響反而不大 因為為什麼會緊張一些 就是無緣無故星期五的時候 就說突然氣氛在美股 就亢奮了出來 說聯儲局有機會減半厘 這次 你見到利率期貨是反超前 所以反超前就是 減半厘的機率是接近六成的 現在 是的 你見到今天抽相 那些日圓 上到去已經衝到140多 那真的這個星期 你覺得鮑威爾是否真的會減半厘 我真的很懷疑爆頭 大師你怎麼看 正常如果用常理 或者白野的態度 夠不夠膽有沒有吉士做得盡取呢 這件事的看法的話呢 我就覺得機會不大 但是當然了 就是 世事的事情就很難預計的 尤其是呢 就是說一些的貨幣政策啊 等等因素 因為當中呢 也都涉及到政治啦 和聯儲局掌握的數據的預期 就是啦 很簡單就是說 如果掌握的數據 美國經濟真的是很不行的 但是出來表面鋪給我們看呢 就說 行的 沒有問題的 軟著陸的 那這樣兩個情況不同的話呢 那你就影響到聯儲局的決定呢 就會很不同的了 因為 如果真的數據是 顯示到美國經濟很不行的時間 如果現在還不大刀副骨的減息的話呢 就趕不及的了 就是正如 好像早兩年那樣 通脹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就一直穩定軍心 就說不奇 又說不驚 又說transitally 這樣的時間結果減慢了息 不是 加慢了息 那你就已經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 我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就是減半尼是有機會的 但是就是以 鮑威爾一向來做決定的 猶豫性呢 我就覺得 機會就不大的 但是 又是這樣啦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上個星期五突然間就轉變 然後突然間就令到 美金就弱了 日圓就强了 然後金就飆了 但是因為減息的因素呢 始終很多人都覺得 減息是利好股市的 所以股市是托到上來 那究竟這個股額 招裡面究竟是 給哪一件事呢 其實現在都要觀察 所以我覺得就 在現在這個環境 意識前就不要輕舉妄動了 因為 站哪一邊都有機會站錯哪一邊 我很少很少 不知道 真的見這麼多次聯署局開會意識 前不夠一個星期都未定實 就是那個利率期負 是未定實究竟是減多少 或者加多少 我很少這樣見到 我不知道心想究竟是收到封啊 還是怎樣令到利率期負 那個減息的機率的變化這麼大呢 都難搞 所以究竟這個星期 譬如說我們講美股 可能你們都傾向可能看 究竟這個星期先高後低 還是先低後高 還是開完會意識 不論減0.25 或者減半厘 都會是 剷下去 因為他抽高了 去等了 現在是吧 我覺得是很考的 鮑威爾 他那個決定完 就是聯署局開會 究竟減多少之後 你怎樣去演繹整個美國經濟的情況 是安不安撫到那個市場 是 會不會急速衰退 或者他搞得定 就是透過那個息口那個調節 令到那個經濟可以軟著陸 這個是要靠那個市場 到時對他的講話 就是收不收貨 跟著對他的股市有沒有信心 才是重要的 但是呢 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既然是這樣 那現在炒的氣氛是減半厘的嘛 就著那個勢 先高 就是在開會前 都是炒好夾的 亢奮先的 是 之後 我自己覺得有利沒有利 他怎樣說都好 你減半厘都是怕 Hard landing 你減0.25又怕你減得不夠 那可能才下 所以我會 賭呢 就賭先高後低 大師你怎樣看呢 都合情合理的 現在沒有我們猜的了 但是肯定一件事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 無論減息半厘還是四分一厘 美股呢 那個中長線的方向呢 都是要下的 那但是呢 如果減息半厘的話呢 可能有個效果 就是 那個市會先上後落 那甚至乎可能上了呢 就是以色後的一天兩天 才下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說 如果我們投機性的炒賣來講呢 其實現在你說 借助著 利率期貨的轉變啊 這些這樣的因素呢 你說 投機性搏一搏拿上去 但是 就最好呢 就是在 以色前 就是星期四前 那是星期三日假期嘛 那只是搏明天的 就是 今天是明天的 那就是 搏一搏搏 但是當然啦 這下呢 其實就是兩看的 贏面高不高呢 我覺得就 一半半的 那你可以不妨搏搏 跟著 就等以色後呢 來到去啦 看個大方向了 如果大方向 再衝上去 跟著回頭的話 做到一些 譬如說 單日轉向啊 或者 長老鼠尾啊 長針頂啊 跟著下的話呢 那那下反而就說 中線呢 就以孤為主啦 是的 就這樣決定 就是 根本上 這個 星期的策略 是這樣玩的了 照計 就是你看著那個利率 期間可能呢 減半這個機率 越整越高 越來越亢奮 你就先玩這一轉 跟著 就像你說的 在意識之後 看看那個勢是不是一路 好像不太妥了 那就 反過來 我們都選了一對的 導致叫給大家的 如果大家可以 都試一試 如果叫呢 就10252 就給大家在意識前去試部署的 10252呢 這個行使價呢 就42000啦 那它的槓桿已經很舊了啦 拿到16倍 但是這麼貼價呢 都16倍 因為這隻原來是12月20號 就已經是到期了 還有一個 就是明天 今天明天 這樣一個短博的部署 就是明天收市前 就走一走 這樣 看看玩不玩到這一轉 那至於潘倫 也可以說 10271 都是我和大師一起選的 10271呢 就是看回它 導致潘倫行使價 39000 都是很貼價的 那其實價外幅度 都是5、6%而已 又是拿到16倍的槓桿 又是12月20號呢 就到期了 那所以呢 兩隻都是小小顆 就是給大家去做一個很超短線 拼繼續 那個利率期貨一直拼減半厘 大家很亢奮那個抽高 還有跟著然後 意識後見不妥就去回那一種的部署了 何大師 是啊 那策略上呢 就說得很清楚了 其實就是大家覺得那個機會率呢 其實都是一半半多一點的 不過肯定一件事呢 當個意識 結果 完成之後的大方向呢 我覺得美股都是下的機會大一點的 尤其是如果減半厘呢 更加顯示到 其實就是 美國的經濟呢 很大問題的了 差點去巴威爾看 怎樣鬥怎樣說的 那所以 這一刻呢 就像樣的 那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說 駁美股 很不明朗的 那應該 另外有一件事就 明朗很多了 就是 無論減不減都好 怎樣都好 都令到那個美元弱的 美元弱呢 就很多機遇了 是啊 沒錯 機遇很簡單 其實現在好 我們教了很久 就是跟大家洗腦 金啊 日圓啊 是不是呢 一定是的了 很直線思維 所以你看到 金又繼續是 破了頂上升高 是啊 你不是博這樣的了 哇 第一口已經減半厘 金還不一路抽高 是啊 大師你短線的目標 現在暫時看到多少 如果減四分一來 我短線的目標呢 金價就應該差不多到了 就是二五百零到二千六 啊 但是如果減一半 減半厘的話呢 那可能的金呢 就會到二千八 甚至乎三千 那三千呢 就是薄薄一下的 因為薄去過減 但是二千八呢 就應該很大機會到了 是 當年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看一隻二八四零 這隻黃金的ETF 都已經破了位了 有些新高的位置 那金資源上了一千八百六十一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選一隻的二八四零的ETF 可能他也會坐著啊 那這隻其實都可以做一些 就是我覺得中線的部署的 就是二四五一一 二四五一一 二四五一一 可能呢 就會有兩三毛子的 的幅度的了 到其中的價 那這隻呢 行駛價呢 也都不是高的 一千九百九十九 就是二百四零的價 一千九百九十九 那現在二百四零呢 其實是在做一千八百六十的 那就差百多元而已 那如果以我剛剛所 預期的速度就是說 減半四分一來呢 就大約二千六 二千七的話呢 其實已經是貼價的啦 那如果你說減半ES 可以真的有二千八 甚至乎三千呢 就應該能夠入價內的 了那所以 多和味啊 就是 正正小小粒呢 小泊大 那它實際槓桑呢 都有十一倍的 嘩 所以大家很多 我覺得到了長線也要坐著 不會馬上走 走 這一隻就非常適合 你可以起碼有槓桑 駕駛240就真的坐了 一邊坐很遠 但是你那個回報你除非買得多 你又不買得多的時候你可能要接一接 另外重要的是日圓 哇 不得了 日圓已經是 其實拋離之前的位置的阻力位都挺遠的 140.5都見了 那個已經變成日圓不是一個阻力了 是支持 是不是這樣想 其實上個星期五日圓已經跌破了8月5號的低位 就是升破了 所以現在來說 其實那時候的低位大約141多那些 就已經由支持變為阻力了 就是說現在Dollar Yen繼續向下走 日圓就繼續向上升 還有回吐的支持位也是很貼的 嗯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繼續可以跟進日圓的走勢 其實摩通有一些日港產品 因為你經常聽我們說Dollar Yen 可能他們反轉的對 那你覺得很難明白這樣 不如日港的call put 那怎麼都是看call 就看日圓上 put就看日圓下 那我們當然現在暫時看 好像金那樣看而已 那當然選一些call先 日港call其實都有兩隻的 看大家怎麼看 一隻呢 一隻呢就10370 10370呢就是6元行使價的一隻的日港call 那他拿的槓桿呢就是14倍 蠔三指道啦 另一隻呢你想我想再貼一點喔 有沒有有的 10357 10357呢就是行使價5.8 大師給你怎麼選呢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穩固 或者真是 現在來說 倒價的機會大呢 當然就是10357 倒價的機會大 因為行使價呢就5.8了 那現在來計 其實應該我印象中呢 應該是5.5的了 應該是差不多 是啊 那所以來講呢 倒的機會是大的 但是如果你說 啊不是呀 我搏這次的耶 一穿一四來 就落一三五的話呢 那樣呢 10370呢 那個直撥率就高了 所以如果你說純用直撥率 還有以小撥大的考慮點呢 就10370就好些 但是如果你說要撥穩陣些 倒價的話呢 就10357就穩陣些 是 對啦 其實兩邊我覺得真是沒什麼所謂的 是 那其實方向是一樣的嘛 那但是你想拿個高一點的槓桿 就小一點啊 還是你想直接撥變價呢 拿後面那個爆炸力這樣啊 那我都覺得兩邊 你看到泛紅箱都擺貼的 其實就真的沒什麼所謂 還是看一下你自己的註碼 又想怎樣去擺 是啊 那我和大師談到這裡 好啊 那我休息一會離開啦 那就繼續交給利台John 謝謝 拜拜 好回來回來 阿莊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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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些網友一直問 就是金為主啊 是不是 是啊 這金已經再創這個歷史新高 剛剛大師和唐哥都說過了 那金來講呢 已經 現貨金 讓我看看 現在現貨金呢 2580 2580 已經去到2580了 是啊 那再創新高 剛剛大師也有說過了 那接下來這個星期呢 就聯儲局會議息啦 日本央行也會議息啦 是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喂 真是臨意識之前突然間呢 本來只有兩成幾三成 是啊 變成五成減半利 這個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減的呢 五成啊 六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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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可能性 通常這些情況呢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有春光鴨收到風 是 那接著呢 那些基金啊 資金啊 就一起做 做這個動作 那倒個利率期貨呢 就減半利 那來做 那 所以利率期貨呢 其實是 有時候市場的看法的反應 那當然 這件事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告訴你 聯儲局一定減半利的 你的機會是大了而已 但是 最後決定減不減呢 就看聯儲局他的政治考慮啦 政策的考慮啦 還有就 加上市場情緒 他會否適應 接不接受到 這樣的情況啊 那所以呢 都是未知之數 但是 如果你說是 春光鴨的話呢 可能呢 這個機會就大一些的 好了 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說 市場去憧憬啦 那因為 為什麼呢 就可能 大家都見了很多的數據 大家 大家 已經對美國的經濟 有一定的看法 所以 就是 覺得 如果這次 不減半利的話呢 那 聯儲局的決定 就可能 遲了 而令市場 沒得救的 那所以呢 這一下呢 也都是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市場的人 根本 就是 已經是感覺到 美國經濟很不行 所以要減半利才行的 那 那 如果這個情況呢 真的 又大劑 因為 大家 預計了經濟不好 才減的 這樣的時間 萬一真的減 之後 那你說 美國股市 會怎麼走呢 是不是 如果聽大師這樣說 減0.25又是死 減半利又是死的 只不過是 死的方法 和死的時間 是不同的 還有 減半利呢 如果 又是另一個想法 如果市場 本來是想著 托上去 來 去沽 但是 咦?托不住 托不住 那怎麼辦呢? 唯有 減半利 那就最後一下子 托上去 嗯 是 托上去之後 跟著一散 那你就死了 你們這些人 以為 減半利 好過四分之一 那就買了 買了 那一陣 就派貨了 給別人 所以 很多事情 其實 不是真的 這麼容易猜 現在 嗯 一定有網友 都會繼續追問的了 剛剛 唐哥跟你說 關於道指 道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像三頂 那另外 納指 那納指 那納指 淡倉 或者淡倉 是不是應該要再加倉呢 這星期部 可以適量加少少 但是呢 其實我 我一直的策略呢 就是說 你 做了貨底 在高位 一路彈彈到高位 之後 做了貨底之後 其實 最 最理想的做法 就等於適合 去發定了那兩天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減半利 其實是有機會 夾不夾 那個美股夾多一下 那你夾多一下 那一下 那一下做呢 就應該是好一點的 但是 會不會有那一下呢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沒得猜了 所以 如果你 資金容許 又或者註碼不大的 你現在這些位 加少少 就可以 或者你未有淡倉的 這些位要加少少 要做少少 但是真正大浪呢 都要等 等完完完減息了 看到什麼情況了 再走到那兩邊 發定了 那時候才做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這次的美股 跌下去的話 可能是 並不惹少的 就是 像我之前說的 可能有一萬點的 那你最多 就吃虧一些 你估不到最高位的 退多兩千點了 那你估下去 都還有八千點 對不對 所以呢 不用急著 有課底 就不用急著 沒有課底 就做些課底 嗯 是啊 當然 大師說過 如果有機會跌一萬點 不是一天 都給你的 當然 就是 正如有一個人說 那個什麼 現在正在來 但是你看兩天 你就說 有錯 又得過催止 這些人 哎 真是 打他了 其實港股呢 我們回來再說 多一點港股 因為港股剛剛 大師兄也說了 其實從上星期三開始 看回現貨呢 就是 現在的恆子現貨呢 已經是 做了一支洋足 其實如果連上今天的話 今天是輕微低開 那本身都跌得比較多 百多點的 現在都叫縮上來 那看今天呢 可不可以做一支洋足 繼續向上 其實港股又 走勢其實 近這個禮拜 其實都不是叫太差的 那當中包括呢 裡面有些科技巨頭 其實今天最想趁時間 講一講阿里巴巴 是 阿里巴巴呢 今天呢 就叫低開 又去80元 邊皮 現在就81.5元 為什麼要說它呢 喂 接下來巴巴好像 有些少消息透露出來 那個主席呢 蔡崇信呢 過去四個月的增持股份 是 拿過超過10億 另外 還有原來 發覺呢 軟銀手上 還有三百多萬股 巴巴好創 這些怎麼看呢 大師 三百多萬股 軟銀呢 其實已經是很少數量 好少 因為上次呢 他都不說明了 還沒沽沽 被沽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已 所以來說呢 這些小數目的影響不大 蔡崇信去珍持呢 其實阿里巴巴管理層 大家記不記得 在過去半年 基本上大部分人 都是珍持人 是的 不過 價位不同而已 有些是六七十塊珍持 有些是七十塊八十塊珍持 是不是 但是 這些價位 可以珍持的話 我覺得 可信性 未來的 升幅的潛力 是大的機會呢 是很大的 那當然啦 其實阿里巴巴呢 在現在這個股值水平呢 是掌握了 反映了 它最不利的因素 但是以業績而論呢 其實絕對支持到 七八十塊 八九十塊的 這些股價的 的幅度的 差在呢 未來有沒有亮點 而那個亮點呢 我覺得很大機會呢 就是 就是 它 遲些的分拆 而分拆這些公司的 估值 是比 一年前兩年前 或者一年前啦 你說一加六加N的分拆 跟現在比 現在的估值 是會大了很多的 嗯 即是當年 你都說 分拆的時間呢 那時候都有 一百塊啊 等等啊 或者樓上啊 其實 現在來算就一定 不止的了 那所以 很大機會呢 阿里巴巴呢 我看就是 今年 是八二咯 或者樓上咯 嗯 即是再破之前那些 八十四個幾 八十五元的頂位 機會很大 而且看回呢 今天阿里巴巴的走勢呢 好似什麼呢 好似上個星期一 這樣 又是毛一毛利 又是低開 現在呢 就輕微向下 會不會今個星期 就開始爆上 真的很似的 那這個星期呢 就有一天假期 是 那所以呢 嘗嘗 嘗嘗 看多幾天啊 就是 究竟是不是這個星期爆上啊 還是下個星期初爆上呢 那個機會呢 就應該 下個星期初的機會就大一點的 就是 有時候要等待 不過呢 留意著啊 現在再爆上的話呢 就可能不停站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猜的而已 是 就是我 憑我經驗猜的情況呢 就是 這次應該是最後一次 給你低位賣破的了 跟著爆上去 不停站的機會呢 就很大了 嗯 所以 爆上機會大啊 所以今天呢 就做回都是81個多這些位呢 都可以 就是給大家去 買貨啦 這些位 是啊 有人問呢 也對的 股票價格低位是怎樣定 看平均線 絕對不是看平均線 我告訴你 看平均線是一定錯的 嗯 因為 這麼多的技術分析指標呢 最不准就是移動平均線的了 嗯 看 價格低高呢 是看基本因素 看業績 和業績的前景 當然業績的前景呢 是要有主觀的判斷的 有些人看前景很淡 有些人看前景很好 啊 那但是呢 股價的高低呢 是建基於呢 就是股值的便宜 即是說他的PE 但是 當然了 不是說就這樣單單看啊 低PE一定好 高PE一定差的了 啊 那所以呢 是以基本因素來定那個價格 高低 不是用技術分析的因素 或者移動平均線的因素 來看定價格高低的 嗯 好 那另外我們 回答少少網友的問題 好啊 2318平保可不可以撩底呢 那些保險股 可以啊 現在那些保險股其實是去低的股值水平的了 很漂亮的 上次呢 上次呢 就衝到上37元 38元左右 又回頭了 但是你看看回頭的低位 其實就已經是高過 高過八月 中八月 尾的高位 低位的了 嗯 就是仍然都是在走一個很漂亮的上升軌 是 那 逐步逐步 這次呢 這個頂那裏呢 就36、37元 就已經是四個頂了 如果這次 上去的話呢 可能就是四頂而破的話呢 那 再 再望的目標就是四十二三的了 嗯 那看回平保的走勢呢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湖底 是呀 大圓底來的 是啊 很漂亮啊 如果沒有貨品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些位置 現在就上三十四個九何半 那順便看看26、28 因為之前又升得再多些 哇 26、28 角售更漂亮啊 這隻 又是了 26、28呢 角售呢 上到十二元 回下來呢 就是十一元 更便 在這裏呢 又是了 回回一個多星期 然後呢 現在又蠢蠢欲動了 那 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 他做了這下回套 這下回套 又是上升軌的底部 又是七月份的頂部 嗯 基本上呢 這些位置守得住呢 那下一層飙下去 應該是十二個半的 嗯 Exactly 就是上至之前 就是七月中的頂部 就是阻力就變成支持 現在 是啊 那這隻角售也是漂亮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也是 短一點的 好啊 大師 今天如果讓你選一隻 焦點股份 想打電影 你想選哪一隻呢 焦點呢 看看 都是阿里巴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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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 打打氣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來這裡差不多 那一會兒回來文錦sir回歸的了 有敏感期權鋪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那我們一會兒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RECA scold 因其他地方 廣告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